深杯子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逸婷呢 带大家到这个 Oborto产区 去一探究竟这个 什么叫做所谓的波特酒 那其实 你可以看后面这个 非常漂亮非常的转观 这些都是 来酿造波特酒的 这个大型的橡木槽 那波特其实是 一个港口 就我们所知道的 那波特其实往东边 就是往西班牙的方向 内陆延伸呢 可以上斗罗河这个地方 对那大部分好的 这个比较知名的 波特酒 其实都是在上面那个地方 内陆那个地方酿造 对那因为 英国要出口的关系 所以大家会 把这个东西运到港口 然后再出口出去这样 其实之所以会有波特 是因为英国人的关系 早期 大概17世纪的时候吧 英国他们其实 那个时候跟法国这边 有一点点不喝 对那就是禁止去进口这个 法国的葡萄酒 那所以法国就是 一气之下也就是 那我就禁运你的东西这样 对那英国人他们要有酒喝嘛 那怎么办呢 他就转往这个 葡萄牙去 也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他让这个 葡萄牙的波特酒 变成是他们 很重要的酒精的供应来源之一 对那 波特 比如说他们因为在 船运的过程当中 所以会发现 酒很容易变质 对那酒很容易变质的话 他就会觉得 那可以加一些其他东西 帮助这个船运酒 运到英国去的时候 会不会变质 也就是加入了葡萄酒 跟一点点的白兰地 也就是加烈的葡萄酒精这样 那他发现 透过这个过程呢 可以确保这个葡萄酒 不会变质 对于是 发现这个味道也不错 然后就慢慢的变成波特 那其实早期在外港口这边 就是波特港这个地方 做的波特酒 其实心态是比较淡薄的 那英国人他其实喜欢的是比较浓郁的 所以就渐渐把这个 酿造生产的重镇 就是放在这个上斗罗河这个地方 所以比较好的 其实葡萄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好 然后再来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是 在1756年的时候 波特 他们是全世界第一个 有所谓的法定产区 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有纪念性与历史性的时刻 所以其实也就是从他们开始 然后大家开始对于这个地域的化解啦 然后不同的地块 有不同的风土 开始渐渐形成了这个风潮 所以不是法国不是意大利 反而是这个葡萄牙线开始的